前两天关于河南村镇银行 它取不出钱那个事啊 我看这个事还在发酵啊 就昨天下午的时候 我看了一个财经大V 他出了一期视频 他说就关于那个事吧 都是现在涉案金额 已经到了400个亿了 我当时前两天出的那期视频 里边我也有讲到了 我说这只是一个 前期暴力的一个征兆 现在目前来说 已经大面积的很多 这种网贷用户都已经逾期了 而网贷的一些这种资金来源 都是来源于很多这种 小的这种小费银行 就是所谓的这种村镇银行 那这个事的根源来哪里啊 我上一期视频里边 我有所指啊 我说都是这 阿姨金服一类的 这种互联网金融平台 他们在互联网金融 在刚开始萌芽的前期 把他们带领的 这样的一些 大大小学的互联网金融平台 他们开始去操作的 这样的一些业务 现在目前来说 在经济形势也好 或者疫情的这种影响下也好 出现大面积的这种 逾期了 然后导致他们的这种平台 暴雷了 那这个 归应的接地是 谁造的孽呀 就是互联网金融平台 刚开始在野蛮生长的时候 推出的这个业务叫P2P 都是这个东西造的孽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好像是 它的这种负面的影响 太大了 对不对 它可能在那个 发展的高涨的一个时期 然后的确提供了一些救援机会 但是相对 它给这个社会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 的确是太大了 你看我咱就说 单独指这个个人吧 个人在P2P发展快速的 这个成长的这个阶段 我个人都能够轻松的通过 一些互联网金融平台 去借到钱 咱就不说这些 小的网贷平台了 咱就说这些知名的 大的网贷平台吧 这两天来找我咨询的 一个小伙子 他是在一个单位里边 干采购 一个月只挣4000块钱 然后网商贷 就敢给他 P25万的额度 网商贷是啥 网商贷 他这个最初的这个使用的 只是给这种电商的 这种商家 因为他们在 淘宝平台不是做买卖 做生意吗 给他们做一个 这样的一个支撑 但是这个小伙子 他只是一个采购人员 他也没有在淘宝 开这种淘宝店呀 他就可以申请 25万的一个金额 到现在全面预期还不上了 那你说这样的一个平台 就是借款给一个 根本就没有 款款能力的一个小伙子 借这么多的钱给他 他在这个年龄 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 去支配这些钱 或者有这个自律能力 去控制自己 不去花这些钱 他根本就做不到啊 所以你借给他这些钱 不是明白害他吗 前段时间我还记得 我出了一期视频 我说马云和他的 蚂蚁金服的公寓过 我就说了啊 特别是你像 蚂蚁金服在前期的时候 用花呗呀 还有是借呗呀 给了很多年轻人 提供给他们 这种超前消费的 这个便利性 然后通过这个 就刺激大家消费呀 然后这种消费陷阱啊 还有金融陷阱啊 让很多年轻人 抖着现在大面积的负债了 还有很多人说 非常感谢马云 为啥呢 因为在银行里边 借不到钱 但是马云借给了他 他非常感谢 其实大家的这个心情 我是能理解的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 现实生活那种老百姓 一边骂着银行狠 然后银行的这个 信用卡的这个费用高 但是又不得已 还得需要靠 银行的这个信用卡 来回倒 去过日子 是一样的道理啊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就是正是因为 这个互联网金融 在快速发展的这些年 在野蛮生长的这些年 老百姓借钱 借得太容易了 甚至跟你批一个信用卡 这个老百姓 都有一种错觉 觉得这个信用卡 是自己的钱一样 就好像是说 在卡里 这个卡里边 就是好像天上掉下来的 就是 就本来就应该 甚至还有一个 就是今天来找我咨询的 一个大叔 他都60多了 他现在都是吃低保 一个月1200多块钱 居然民生银行 给了他 30多万的一个信用卡 为啥呢 因为他虽然是吃低保 但是他 前两年就是做这个 服装批发的这个生意啊 然后呢 他有这个经常的这个 就是说刷卡消费 还有金货什么的 民生银行 看着他的这个 这个流水比较大嘛 他就给了他 30多万的信用卡 他现在根本没有能力 去还了 为啥 因为现在疫情嘛 电也开不了了 生意也做不下去了 他根本没有还款能力 那你说给一个 本来就没有还款能力的 一个正常的一个老百姓 你给他这么高的 一个信用卡 那不是害他是什么 所以说啊 就是在互联网金融 快速发展的这些年吧 其实对很多个人来说 其实 他的必要大于利的啊 的确是 可能也 创作了一些便利性吧 这是个人啊 大家有没有想过 现在我们的这个 中小微企业 也是局部维艰的 那中小微企业 难道他的现在这个 生存的这个现状 局部维艰 完全是因为电商的 这个碾压和冲击嘛 他不完全是的 应该是在2015年 那两年差不多 就是前前后后吧 突然在很多 中大型城市 或者二三线城市啊 很多写字楼里边 多了很多这种信贷公司 可能我们现在 仍然还在市场 能够见得到的 你像这种 恒昌啊 一信啊 这样的信贷公司 像偏谱会这样的 等等吧 总之他们的利息 实际上是非常高的 相比这些 什么恒长久富 这样的信贷公司呢 平安部位 利息相对来说 还反而还低一点啊 也就是说 只要是 在那两年 因为在电商的一个 冲击下以后 还有是就是 关于银行体系的 一些管控以后 这些中小微企业 本身他们 收到电商的一个碾压 他们生存空间 已经很小了 但是困难是困难在哪里啊 银行不借给他们钱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一些 中小微企业 他不得已 他只能是通过 这种一些信贷公司 去虚名 而信贷公司的 这个资金成本 是很高的 曾经我又说过 他们的月息 都是两三分 月息两三分 是什么概念呢 咱比如说 月息到了三分的话 那他这个年息 就到了36了 年化36了 那年化36 那也就是说 他如果是 借一万块钱 得需要给这些 信贷公司 三千六百块钱 这是资金成本 非常高的 你干什么要好 也能有一个 五六十的一个 利润空间 能去支撑 这些信贷公司的 这个正常的 这个资金成本 同时还有剩余利润呢 很难的 传统的中小微企业的 这种利润 本身就是非常低的 所以说很多的 这种中小微企业 通过了 这种信贷公司 去借了钱 然后续命了 其实就是在 引证这个短期之内 好像是有 多活了这么几个月 但到最后 还是个死 我记得很清晰 就是前两天 有一个网友 在我的评论区里面 还这样回复 他说呢 他曾经在某一个 P2P的平台 投了25万进去 然后呢 那个钱到最后 因为平台剥离了 他也去报案了 但是这个事没人管 但是现在因为呢 他的一些资金 都投到一些平台 然后他现在 没有办法 自己连断了 然后遇期了 却每天都在 被一些这种 催质公司追着讨债 他就说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 太扭曲 的确是 因为现在这样 互联网金融的 一些这种乱象 我们这个时代 造成了很多坏的影响 但好是好在什么 我们现在的 基本上这种 P2P的平台 已经苏清了 一大半了 但是可悲的是 这些互联网的 这些金融产品 他们对 这个时代的一个伤害 可能就需要好多年 才能慢慢的 给它平复掉